淘哲爆出偷吃楊子晴消息之後 除了書面聲明承認認識楊子晴之外 便開始躲避媒體 不過台灣平面媒體30號中午 捕獲野生淘哲 載著老婆Penny出外採買 那寶石節不就是 跟楊子晴微信當中的照片一樣嗎 請問你跟楊子晴的微信 本來內容是真的嗎 別怪這個口氣 畢竟陶哲脾氣剛力不好惹啊 你都覺得Penny的購物 他也匆匆閃上車 唉呦 別慣記者口氣說話不清 淘哲也不是好惹的 拿出手機反拍媒體 淘哲扣心也連累到前女友Joanna 本來是場溫馨至極的廚藝活動 但看看Joanna怎麼笑得有點僵 經紀人的老公聽到淘哲兩個字 馬上擋掉媒體不給訪問 看來似乎都不敢多說什麼 而且是冰冰的 你是嗎 冰冰的 應該拿的就是 白桶味嗎 應該還有後續報道